感谢耶稣恩典 我们要在第三天的晚上 一起来分享以及学习 第三节的功课 首先我们一起来低头莫岛 预备我们自己 哈利路亚 奉主耶稣的圣名 开始我们今天晚上一起的分享 请我们唱诗歌436首 今天是第三课 也是最后一课 我们用短短的三个小时 来分享这个主题 有一点点难解释 可是我觉得我们都很认真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连续的 这几年当中 陆陆续续的 都一直在谈论生命成长 这个议题 谈到突破的时候 我们就要复习 因为它是建立在爱的大车轮 大家还记得吗 在两次以前 去年的课程 它是在画一个大披萨 有没有 分成六块的大披萨 那这个是在对付 我们里面的恐怕怕 那这个大车轮 如果我们到今天 还有在做的话 如果啦 其实在爱的成长里面呢 开始已经做了 某一个程度上面的一个 帮助自己的修复 那这个课程呢 是建立在爱的车轮之后 也就是说我们有了 知道怎么样对付里面的 害怕以后 我们才可以再进一步 来看我们的突破 所以这个我们不重复 就是我 以为就是我们 其实都有在做爱的大车轮 我到今天都还在做 那个就是说 我的做的意思就是 因为我觉得我们 很容易忘记 然后很容易就 就是回到本来的自己 我们一生当中 最难对付的 就是我们的大脑 所以我只是提一下 如果大家还记得 有爱的大车轮 做那个披萨饼 六块披萨 就是这六件事 那这六件事情 主要是要帮助我们 对付心中的害怕 那这一次我们的 主题的练习 练习题 今天最后要来讲练习题 那个练习题是要 对付我们心中的慌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慌 会急躁 我们要练习 好 我这个就先跳过去 刚刚那首诗歌 如果你唱到 有一句话还记得的 就是我这一生 不论何境遇 救主的美意会成就 救主耶稣 对我们每一个人 祂救赎回来的你跟我 对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计划 都有一个期待 我不知道我们是在 哪一个年纪 那一天你真的认识 也知道 救主基督对你的计划 是什么 对你的期待是什么 你越早找到这个交集 就越容易在基督的里面 开始面对困境的时候 而不会这么样的惶恐 主要是这个关键 我们不知道下一步 比较会惶恐 可是如果我们知道下一步 我们也知道 我们被爸爸妈妈期待是这样子 我们只是做不到 那我们不会惶恐 我们做不到 比较可以讨论 怎么去努力 惶恐是因为不知道 爸爸妈妈对我的期待是什么 他到底要我做什么 我不晓得 做A好像他不高兴 做B他不明白 做C他好像很伤心 你就会很惶恐成为他的儿女 对不对 好 那耶稣基督对我们也有期待跟计划 到今天为止 我们要练习的去知道 主对我的期待跟计划是什么 因为他给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一定是每一个人 都有不一样的恩赐 跟不一样的环境 他要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 来彰显耶稣基督的美就好了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开车的司机 你也要彰显耶稣基督的美 知道吗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老师 你也彰显基督耶稣的美 你还做什么工作 如果你是父母亲 你也要彰显耶稣基督的美 光是这件事情 我们都已经有相当的困难 对不对 比如说你是配偶 你怎么彰显耶稣基督的美 你不是用一个社会的条件来讲说 啊 我的婚姻就是这样 因为这样子讲的时候 有一点把耶稣基督看清 因为耶稣基督一切是在他的掌握里面 他给你的东西 我们已经练习 我不懂 但是我很想明白 为什么 哦 要让我成长 那为什么这么辛苦呢 哦 原来让我去体会 这个路径当中的感受 是这么的无助 这么的孤单 有这样的感受之后 他要你的focus 焦点 对准耶稣之后 他从实现耶稣的话语 就是圣经的话语 你开始放进去以后 开始一走 外面还是很乱哦 环境还是不好哦 问题还是没解决 可是当你一走的时候呢 你就发现你的心中 怎么是这样的安稳 稳妥 那那个东西是我们要一直体会的 因为体会多一次两次三次 你就会进入到记忆的什么情绪里面去 进到记忆情绪之后呢 下一次 你在听到很高高度的东西 很抽象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比较有胆子 会说 嗯 我愿意再往下一步走下去 那这样子跟书 才会不会害怕 要不然哦 就是 有一点难 有一点难 有一个 有一个母亲 有一个母亲 她因为遭受了很多 在环境上的打击 然后 她后来就 因为挫败 再挫败以后 你知道人 不能一直挫败嘛 她到 她的挫败 跟我们的挫败很不一样 她的挫败就是 已经没有办法 好好的坐在这边 上一节课 听一个道理 因为她会走起来 所以那个叫什么 精神困扰 她其实很辛苦 然后呢 医生就告诉她 她得这个症 这个症 这个症 因为医生的工作 就是告诉你 很多症 这是她的工作 她不是不好 她就 你得这个症 这个症 我第一次碰到她的时候 我 精神困扰 其实我们看得出来 弟兄姐妹 你们会看 就她精神困扰 我们就会很乙刚 因为同样是我们的姐妹 我们看到精神困扰 其实会不知道怎么帮她 因为我们有时候能力真的有限 她是很努力 每一天都来 姐妹 怎么了 她就说 我有这个症 这个症 这个症 你觉得我有救吗 我就想 哎呦 这种问题通常都很难回答 因为你说 有还是没有 都很尴尬 因为信心我也不足 可是就很想关心她 于是乎 我只能跟她分享这样的东西 就是我们这几天讲的 就是 我们遇到这一切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 可是神原来是要赐平安 祂的意念是这样 哇 她听完以后眼睛变很大 你是说 你是说 耶稣安排我变精神病 真的啊 阿南转然不能回答 姐妹 真的我不懂 我真的不懂 可是我只懂说 一切来自神 你是说我这样也是来自神 我说 从逻辑上来说 应该也是 遭遇这么大的患难 这么大的困境 也是来自于神 但我真的不懂 我们可以跟神求 他很单纯 就这样听 跟你们一样 就这样听 就抄 我们也是很会抄笔记 那 怎么跟主祷告 我说 你的语言 要清楚 就这样子去赞美他 你的病没有好 你的病没有好 可是你赞美他 我说 读诗篇 好 什么都好 谢谢 那就是走头有路 每个人都好 这样 抄抄抄 才半年 半年 我再回到那个教会的时候 他坐在这里了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 因为你看得出来 我好想听他见证 结果这个姐妹 他还没有开始讲 就哭了 他说 耶稣很爱我 我说 我要听 怎么爱你 他说回去 跟你们一样 就是 早上 什么 早上醒来 晚上睡前 就跟主 say hello 然后跟主谢谢说 你还留我一口气 留我的生命 我要为此而赞美你 我要睡了 这样睡了 对吧 早上一醒就说 主耶稣 我又醒了 这一天可能很难过 但 你还是给我生命 我要为此赞美你 他的赞美都是两行类 因为他真的很苦 好不好 然后他就说 主我不懂那个意思 但万事出于你 你要赐平安给我 请你教我 怎么样走这条路 像这样 每天 之后 就开始读诗篇 这样 然后 他还是要定期 回去医院做检查 那医生就觉得说 为什么你开始 睡觉好像睡得比较好 所以睡觉是一个指标 弟兄姐妹 睡觉是指标 在精神困扰上面 睡觉是一个 第一个重要的指标 我这样强调三次 意思是说 你们睡得好吗 你们如果很难睡 然后睡睡就醒醒 醒醒又睡睡 然后看电视又睡睡 电视一观又醒醒 黑眼进入精神困扰的边边 没有啦 你们都没有 我这位姐妹好苦难 可是她就 她开始比较会睡 耶稣帮助她之后 她就说 我的药开始减少 但是她没有去期待说 我会好 可是很奇怪 就一天过一天 一天过一天 三个月之后 弟兄姐妹第一次 不知道是算第一次 还是第几次 就发现说 你为什么不一样了 就跟她一起吃爱餐的时候 就说 姐妹你发生什么事 是 你已经解决所有 因为她的问题很可怜 她是暴力的 就是她被打的 家暴 她的先生会打她 好 然后她就 为什么是怎样 你已经打她 解决了吗 她说 没有 还是在家 还是被打耶 然后她说 可是很奇妙 我就觉得 我什么都没做 她就讲这个 什么都没做 因为这个真的看起来 什么都没做 你要做什么 应该要说 一 回去 记得 打电话给社工 二 我跟你讲 睡不着的时候 吞两颗药 这种才是教她怎么做 像这种 你们一定都觉得说 早上醒来 晚上睡前 万事来自于你 你们就觉得没什么用 对她来说 是一个伟大的见证 为什么 她的人生从此改变 她到处去跟人家讲说 你每天赞美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很多人不相信她 怎么赞美 我那个房贷就是付出来 是在赞美 说你就赞美 你就是赞 我会好 你也会好 大家就不敢讲 因为大家都知道她很可怜 所以她变成我们活生生的见证 就是说 真的 她就是赞美 然后祷告就这么精准 我不懂 但我想学 就这样 她那个脑就开始一直挑 那我们不知道 耶稣到底对她做了什么 因为连医生都不知道 半年之后 医生说 这个不要吃了 这个不要吃了 她说 我真的好了吗 医生说 有可能再犯 有没有 医生的工作就是说 好了也不像 我相信你就会再犯 不要遇到刺激 她说 小心要远离刺激的那个源头 她就说 很难远离 因为回家就会见到她 那医生就说 我只能这样讲 我也不能劝你离开 但它是源头 你会再犯 可是 因为她半年走过之后 她的赞美 达到主的面前 祷祝的喜悦 我的主 就这样为她开出一条路之后 她的勇敢 她面对那个暴力的人 她会对她笑 她的先生就觉得说 你真的去笑 你 你笑怎么 打了不够疼 这样子 那不是只有她很苦 她的孩子也很苦 就是说 那个酒瓶 都要打到她孩子的头上 才肯罢休 这个家庭是一个 整个破裂的家庭 可是这个母亲的勇敢 只因为这样子 开始赞美神 她的人生开始转变 到今天已经几个年头过去了 她的先生不会打人了 她就这样赞美 赞到她变 这样可以吗 赞到她变 不是先说 主啊改变她 不然就改变我 不然就给我死 不然就给她活 反正就是你死我亡 这种就是 社会上的概念 就是说 我就是要跟你切开 才有可能有一条路 对不对 没有 赞美赞到她变 赞美赞到她好起来 这个对我们来说 都是不可思议的 所有的心理学的东西 分析都分析不出来 没办法 走出来之后 她开始朗读西伯来书 哎呦 我想说 那一跳怎么就跳西伯来书 你回去读读看 西伯来书她说 非常的感人 我是不知道感人在哪里 你们有研究吗 回去读西伯来书 她说她从西伯来书 领受到很多 从神来给她的安慰 我不懂 总之 她跨过爱的车轮 然后她开始做赞美 一步一步往前走 所以我要分享她的见证 在第三课 鼓励我所有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的困境不论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现在落入什么样的情境 也许有一天 在未来 你落入了困境 请你记得 今天就是开始累积 你对神的赞美 因为讨她的喜悦 我请问你 她不帮你帮谁 可是你的赞美如果是空泛的 是随便的 是有目的的 她不帮你 帮谁 懂吗 她是双关语 就是她就不帮你了 因为你要先走进去她的里面 因为我们已经跨过我们的第一节课 很久以前几年前的第一节课记得吗 我们已经跨过出埃及的阶段了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什么就得什么 那个阶段过了 当我们被带到西乃山下 颁了法律之后 开始我们就要负责了 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期待的成长 好 这是第一很久以前的一课 好啦 有了这样的基础 我们再回来看我们的讲义哦 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最后一课 我们看中间的地方 被内在的情绪引导 有没有看到 很多时候我们第二点哦 对教会失望 我们就觉得说教会没有进步 可是教会没有进步 跟教会的现况 它是从以前就开始了 你不要一直觉得是 你这个年代才看到 教会的不足不完美的地方 有时候我们想很多 是觉得说 被我发现了 其实没有 日光底下没有这样的事情 从以前就这样子哦 可是为什么以前的人 可以一步一步一直走过 他的 那个力量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 但是 我只是要先跟大家分享 就是 它不会是第一天 也不会是最后一天 因为这一间呢 是百年老店 古早味哦 这一宿就会跨过一百年了 你知道吗 没有倒是奇迹 因为 不好意思哦 我只要说这就想到 传道的心酸 就是说 凭我们这一群人哦 已经倒了 真的倒了 真的倒了 对 它不会倒 是真的有原因 就是 也不是你出力 也不是我贡献 它就是不会倒 还一间 行过一间 你看 很夸张哦 百年老店耶 应该要走下坡 然后你就一直觉得 不行了 现在哦 教会这样子 不行了 又那个不行了 其实最不行就是你 你知道吗 因为 它 有没有 那摩西有没有 这样拖 这样拖 拖 这样有没有 它这样堆 跟着走 有没有 那哪里 你敢有那么多 有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那条路 不知道多久 就会到了 有没有 进迦南 这多久就会到了 就是 在那个 崇德路 就是很快 我一直说 很近 它就会到了 摩西也知道哦 你觉得摩西 没教育吗 诶 品学兼优耶 聪明才子耶 一表人才耶 才可以打死人 那鸡肉一定也蛮大的 诶 崇德路这样 它已经知道 距离就在那边 几天就可以走到 拖两百万人走 也走得到嘛 好不好 可是呢 就给它绕绕绕 从这边不知道绕到哪里去 绕到桃园 又走走又走回来 快要到了 又绕出去 这样绕绕绕 诶 也没计算耶 如果说像今天的话 给你十个月就说 摩西 会绕四十年哦 那摩西也甘愿啊 就说 蛤 四十年哦 那看要不要申请这份工作嘛 没有耶 他跟着绕 他其实不知道要绕多久 就要一直绕到他老 就是我们啦 你今天说谁不行啊 你就是跟着绕 怎样 绕到最后谁没进去 摩西没进去 诶 要小心耶 嗯 虽然他预表什么什么 但是 你更重要哦 你不要跟着绕绕绕 最后是你没进去 懂吗 百年老殿没有倒 要倒已经倒了 不会到你的年代才倒 懂吗 不要把自己想太多 就是我们就是小小的一个 然后我们就在自己的岗位上 今天二十四小时就好 不要想太多 耶稣只有现在 就是我今天 有没有彰显耶稣基督就好了 我是司机 我有没有彰显 我是儿女 我有没有彰显 我是父母 我有没有彰显 我是什么 有没有彰显 就好了 每天问 问清楚 然后赞美神 所以如果你对教会很失望的时候 其实他是被内在情绪引导哦 因为他有情绪记忆 会告诉你说 不希望 那你这个不希望哦 不是你发明的 昨天的课程说什么 是在大脑的记忆里面 很久以前 有一个类似的情境 叫做不希望 所以呢 你就会把它串联在一起 只要看到不如意的事情 就觉得没希望了 它是连结的 要小心这件事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的负面的东西 存在大脑记忆 我们忘记 不晓得 只有透过今天眼前 发生的事情 人跟人发生的事情 才会勾起你里面的 那个没希望 你一定要检查这件事情 一定在你很小的时候 到今天 不知道有谁跟你讲过 类似的话 叫做没希望 比如说以前的人 会说你完蛋了 你这样子的话 就怎么了 完蛋了 没出息了 你这样子怎么办 我这样子头晕你 就以前小时候 你听到东西 都进去了 那现在人跟人 只要一有一个状况的时候 你就连结没希望 所以不是教会 没希望跟没进步 是因为你的大脑里面 有这件事情 很特别 摩西跟保罗 看得很清楚 以色列人没有希望 然后保罗看大家 会觉得说 怎么是这样在爱耶稣呢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 他们继续往前走 那就是他没有被他的大脑 记忆的情绪控制住 可是如果我们被控制住的人 很会讲大道理 很会讲 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 我们在弟兄姐妹的周围 我们会不会一直讲大道理 如果会一直讲的时候 其实已经要注意了 因为你对某一些人 某一些事情是失望的 那我们就要提醒自己说 不关别人只关我 我可能也落入在这个当中 就是我对教会失望了 他是被内在情绪引导的 软弱无助 第三过日子的信念 就是我们只抓圣经上中的 这一句话说 我们是软弱无能的 无用的仆人 对不对 可是不要忘记 只要你一讲软弱 就是很刚强 所以他是对等的 软弱会跟刚强在一起 那你就只抓软弱的软弱 没有想说软弱的背后是刚强 那这样子就把圣经 曲解他的意思了 那这个也是内在的情绪 因为你只要用弱者的姿态出现 你可能就会赢过眼前的尴尬 因为退后是最容易的 就是我都不会 大家就觉得不会找你 所以这是软弱无助的信念 也在情绪的里面 第三 外在的条件让我们以为已经长大了 我们这几天有谈到 我们被社会化系统影响了大脑的思路 所以这是第一个有可能的 第二个是我们长久以来 好像现在这样子 大部分是用聆听的 我们只要一分享 一坐在一起讨论 大部分是安静的 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的回路 是不完整的 我们听一定要出来 因为我们听完以后 一定有想法 很特别 所以只要我们大家是安静的 讨论的时候 分享的时候是安静的 那意思是说 其实刚才的东西是没有进去的 那所以反过来 只要进去 其实语言就会跟着出来 因为那是大脑完整的结构 那我们因为很少被做这样的训练 对不对 也不允许 我们其实就要找我们自己的团契 自己弟兄姐妹 有时候私下的交流 我们其实要回馈 比较深度高度抽象的东西 没有关系 你要去谈 就是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要把这三天你听到的东西 随便分享 就是说 我听到一个什么 我觉得 他怎么会说这样 他在黑白说啥 另外一个没关系 就告诉他 对啊对啊 我也觉得他黑白说 这样是OK的 因为你只要出得来 你不要管内容 这个就是练习 你有时候太在乎那个内容 你就会觉得说 你怎么这样说他 你这样说他 老师会伤心 不要想太多 因为那个话 只要出得来的时候 是他里面的一个情绪 他不是事实 可是我们很喜欢听 那个每一个字 有没有 就受伤 就 你怎么这样说我 有没有 我们很容易受伤 因为我们听到的是情绪的话 情绪的话 因为不明显 他不会说 我很生气 所以我觉得他乱讲 不会 他会直接就讲后面 他乱讲 可是他只要能够说 他乱讲的时候 他就在回馈了 一回馈的时候 他的脑就比较清楚 很奇妙 所以我们有时候 真的要练习这件事情 听太快 然后 不是听太快 是曲解的太快 解释的太快 然后一听完 就反应的太快 所以你真的听完之后 能够慢慢的回馈的时候 他就会一点一滴把你的情绪 这三天把他释放出来 可是这个要练习 这样子做 比较没有办法 那这个可能是一个 我们的停止成长的原因 是我们比较喜欢听 不喜欢讲 那有的人就说 他自己的口才不好 其实都不是真正的 口才不好的 一定要来找我 因为我会帮你判断 你到底会不会讲话 那大部分一判断就发现 你灵牙又俐齿 可是在你说话的过程 因为有受过伤 所以你决定不说了 你就会告诉自己说 我没有口才 好 所以信念第三 信念的疑惑和冲击 有一个可能是 我们对神的东西 不是很认识 我们要用社会的东西 把神套进来之后 我们就很容易看结果 弟兄姐妹 结果 懂吗 一加一等于二是结果 我们被社会套进来 我们喜欢看结果 神就常常用结果 让我们 惊讶 因为他知道 你很喜欢看结果 就让结果让你惊讶 所以你要跳脱结果 你只能问一件事 弟兄姐妹 我们来练习 你只能问一件事 就是我有没有尽力 这样就好了 因为圣经上的话是说 你只要尽力 你忠心 你的名字 就记录在耶稣的里面 就只有这样子 他没有告诉你 后来是什么 因为后来的东西 是耶稣的东西 是神的东西 与你无关 可是因为我们 有社会化的大脑 就喜欢叫做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你很想收获 那这个是对的 人之常情 可是跳上来 如果进到属灵的里面的时候 没有 没有这个概念 他只有问说 你有没有付出 你有没有尽力 那因此 你跟我在 从事服事教会 工作事工的时候 我们来互相分享 鼓励一下 就是说 当结果不如意 不如你的预期的时候 你要 你能够想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 万事来自主耶稣的信念 为了赐平安给我 但我不懂 好 一 二就是 我有尽力吗 这样就可以了 你才有办法再往下走 不然走不下去 因为只要一分析 一讨论之后 通通的问题会跑出来 真的 例如说 我现在要来 做一个上课 对吧 没来 不然有这个讲台 对吧 我随便举例子 一麦克风 不然要开 对吧 结果我来了以后 就 比如说 我不认识大家 我就想 麦克风没有 讲台没有 这也没有 都没有 那我就想 这样是要上课吗 好 这样是要上课吗 然后我就要问自己 我有没有尽力 如果看到的是结果 是这样子 我就要问了嘛 我一定问 负责的人是谁 负责的人 某人 这个这样 麦克风 负责人就 这个结果不好 那今天是谁负责 看安排表 好 某人的某人 快点告诉 他怎么没有做 某人的某人 就说 我怎么知道 今天有这个 你多两天出来 是什么意思 有通知我吗 某人的某人 那现在怎么办 某人的某人 就会告诉你 新的东西 那负责的人 就告诉我新的东西 就会一直告诉 告诉我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人的东西 就是一直分析 因为要找到问题出在哪里 然后最后就回来了 就是说 大家都是这样 懒懒散散 然后最后就又讲道 传道去了 最容易就是推给他 真的 大家推推推 就推说 就我们团队就这样 我不是说你 我是说 你一直分析 就要找一个某人 这个就是人的东西 人 那你这个大脑 如果没有跳出来的话 你就 你讲的都对哦 我现在讲的不是说 检讨不对 是你讲的都对 可是对整个事情 没有帮助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没有领钱 只有一个人领钱 我们都是义工 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怎么可能 来评估你的工作效能 不能啊 所以最能评估就是他 很苦啊 他很苦 他苦口婆心完了之后 还要受你乱见其发 他发完之后还不准哀哦 不可以哀哦 你还不能说痛 不能 因为你的职责就是忍痛 很心酸的呢 真的 所以他这样检讨检讨 整个就没有 他没有任何的帮助 然后检讨完之后 因为都是义工嘛 我不来啦 我不做可以报 这就是现在的现况啊 所以我们要跳出来 你不能用结果来看 那现在又来了 有人就问说 啊 所以就乱招招招 随便来 不是 很妙妙在这边 就是你个人 我个人 他个人 只要每一次问自己 我有彰显基督吗 我有尽力吗 这个教会就热起来了 很简单 很简单 因为他有主人 他有他的逻辑 他有他的规定 跟你想的不一样 就这么简单 你以为要ABC 对不起 在他只有D 那你吃不吃 他就说 谦卑的我把你升高 骄傲的我把你压低 这个就很不合逻辑了嘛 个厉害的才会骄傲嘛 可是他就说 攀水你下去一点 啊那个 不会看字 我把你升高 啊 你怎么会升他 怎么没有升 他逻辑不一样 还有什么 软弱的我给他帮补 软弱的让他刚强 很不合逻辑 很不合逻辑 所以你跟我要不要 先想清楚 他整套的逻辑在哪里 都没看那个菜 一直乱点菜 人们都没买这套 你就一直说 要吃这个 这个不行 这整个乱掉了 他就是 简单 你跟我 很简单 跳出来 就是 我只尽力 我只忠心 我彰显基督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你每次一见到弟兄姐妹 见到传道 你就想 我刚才有没有彰显基督 就好了 你先不要分析 他是谁嘛 你这么爱分析干什么 你一分析 就进到社会话 一进到社会话 耶稣就退 圣灵就让 然后你就很厉害 三个月你就倒 就这样子 所以很不同的逻辑 弟兄姐妹 突破 要先跳思维出来 你一看到他就不OK 你已经不OK了 要练习 如果我以前 我看整天都不OK 你知道吗 我曾经也是个人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教会为什么 我的为什么都很高 为什么会选这一群人进来 我就会说 拜托 你可不可以 捞进来都是优秀一点的啦 那都这样 我曾经年轻过 所以我要跟你讲我的实话 我要进步 我是谁 我凭什么说 主人捞进来的人不OK 你比较厉害吗 那 我有期待 因为我想要有结果 我就想说 如果 有二十个 很认真的人在一起 这个教会就热起来了 那是我的想象跟梦 梦 你知道梦会破 梦 他想说 不是二十个 连一个都找不到 整天都来吃饭 那些冲饭 我还要煮给他们吃 你知道吗 你如果在外国 你知道吗 我都要进厨房 你知道吗 情绪 情绪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进步 我们真的进步 为什么 因为从圣经 越看越读 越看越读 一年进步一年 一年进步一年 现在 练到今天 很奇妙 你看到每个人 你都觉得说 哇 我真是不懂 为什么选你 这样懂吗 就是来一个 阿斗 还是扶不起的 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只能说 万事都在神的手中 我只是不懂 为什么选他 又洗了一个 可以同工吗 你不知道 你不用问这么多 你一分析就完蛋 一分析你就进社会 一进社会 圣灵就让步 你要记得这个逻辑 那你圣灵一让步 你是花大声 是有什么用 无路用 你在耶稣的里面 没有圣灵跟你同工 你做什么 你都做不成的 你又看着 为什么洗 姐妹 你刚受洗 有哪里洗到你 没有 这个是我的心声 我的嘴不会讲出来 我现在已经练习到 我的心情 就是说 怎么会洗到你 一定有我不懂的地方 好 我想成长 对不对 我用实际的例子 我想成长 但我不知道 为什么洗到你 因为你会把整个教会的资源 都用光光 真的啊 因为有些 记得真的 好 好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 你如果真的服侍过 你就知道 有些人是真的来拿资源的嘛 他当这里是社会机构 对啊 好 我就想说 你会把资源用光光 我们如果都只有一小时 我们用在你身上就要两小时 我的天啊 这个成本CP值有一点低 然后我就想了半天之后 现在都不敢想 好 选到你 洗到你 跟我一样是保血 又做了我的肢体 我不懂 但我要成长 我感觉这样想哦 那晚回去 开始祈祷 因为也是要什么 睡前 主啊 我要睡了 谢谢你赐给我生命 万事是为了赐平安 你的意念原是好的 我就祷告嘛 主耶稣就让我 想说明天 要问一下这个姐妹 白天在做什么 我从这样子认识这个人哦 你才发现说 他平常在做什么 是你没有想过的 我的意思是说 从那时候开了我的眼睛 我们很多事情不知道 我们是凭外面 就来断定 他背后做什么 我们不晓得 很奇妙 那因此开了我的眼睛 我就开始闭嘴 然后越闭就越高兴 就会发现 你也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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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不知道 棒在哪 我很想学 于是我就看到 教会的美 越看越美 我所有旧的 记忆的 情绪的 慢慢就不见了 因为我一直看到 美的事情 所以大家来 分享给我的时候 就说 你看 现在那 这样子 你看 你是要冲 什么 要安装 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很美 就说 弟兄 你要成长了 那是要成长什么 我已经长得很大 那是他们要成长 不是我要成长 弟兄 你这样一讲 就知道你很不成长 这样子 他们就互相鼓励了 你知道吗 一个改一个 一个改一个 就可以了 你把这样的见证 放在你的身上 你一体会 你甜美了 你看教会美了 那个美不是 那个美 不是事实 不是说美 就是 哇 全部人好热心 不是 大家还是一样 这样进来 然后时间到这样出去 还是一样 可是你就看到很美 我就形容不出来了 就是 在这个世上 有风浪 在 在他的里面 有平安 那个力量在里面 你就很想在明天 再来服侍他 你就很想 就一直很想 这样子 这样 接待哦 接待我不知道 我没有啦 我都带书交代 然后 我就是这样子 一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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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发现说 我的力量 越来越多 我就还很想 跟大家分享 这样子 很多人就说 老师 你这样一直讲 一直讲 我们每一年 好像都差不多 好像没有进步 我说没有 我一直觉得 大家都在里面进步 很美 我只是没有看到 那我不需要看到 因为我不是谁 我不是谁 你彰显给耶稣 就好了 你不要彰显给我看 我不是谁 我也不需要知道 你进步还是退步 都不需要 我每次来就是 尽力说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 都有做爱的大车轮 其实都没有 对吧 对啊 我一看就知道都没有 还有人说 那是什么轮 那不是车轮饼 我说车轮 爱的大车轮 我说 那是披萨饼 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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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有披萨 那一看 都没在做 我都没在做 对吧 但是我就觉得很美 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在做 所以我们就可以 再讲下去 讲突破 这样啦 我的意思是这样 这样啦 这样OK 这样就看大家 都很可爱 那我们现在最后来分享一下 最后来分享 就是说 大脑 大脑会不停的 不停 这个是我们自己认识一下 科学家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过往的人生里面 不知道你几岁 过往的人生里面 如果你是一个 很会深度思索的人 你的大脑也改变了 深度思索 深度思索 每个人不一样 就是你会谈苦难 然后你会想 为什么有苦难 这就是比较深度的东西 你比较不会只是谈 吃饭 喝水 这样子 深度思索 神经网路 线路会改变 那你就查 有没有 你有没有常常深度思索 然后再来就是说 在我们的环境经验里面 包括了童年 还有我们被教训的事情 我们从小 所谓的童年都是十岁以前 十岁以前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你十岁以前 大概是什么样子 那那个时候的经验 你的苦难 你的贫穷 还有那时候有人 爸爸妈妈对你的教训 老师对你的教训 都会影响你整个神经的回路 所以如果你来自 很苦难的一个家庭环境 破碎的家庭环境 或是当年有人 极度的教训你 贬低你 看不起你 还是觉得你不好 还是什么不优秀 就是没有什么成就 没有什么尊重 在当年童年的时候 这样子的经验 会改变我们的神经网路 那他没有好跟不好 他只是要告诉你说 你的想法就会 跟一些其他的人 很不一样 这样就可以了 你首先要认识这个 就是你很不一样 那因此你很不一样 意思说 你现在一看到 教会的结果的时候 你跑出来的idea 如果你的曾经 你的大脑曾经 是这样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 你现在看的东西 会不准 就可以了 就不要一直相信 你看到是这样 就是这样 那个就会让你 陷在迷惘当中 那这一套是科学家的 我们刚刚是介绍 属灵的对不对 现在我们介绍 他呼应 他会告诉你 他要提醒你 你要停下来 红灯停下来 你不要一直分析 红灯为什么设在这里 因为你一直分析 红灯设在这里的时候 有可能是在你的 童年经验里面 不断被催逼 要更努力 你就很会分析 所以你看东西的时候 会失去焦点 所以当耶稣的爱 进来的时候 你领不到 因为你会觉得 不值得 这个很深 就是说 我就提结论 就是说 你会觉得你不值得 所以你会用一个 很受害者 委屈的感觉 在跟神祷告 主啊 我该怎么办 那这个是不OK的 因为它是进入到 你的情绪里面 这样子 那这个情节 我们很多 我们的弟兄姐妹有 因为耶稣 召我们进来的这些人 我们今天每个人 很多人都受过伤 那没有修复好 跟着跑天国路 会很没有力气 这个是我们 明年的课程 我们先预告 这个要深度去讨论 我们被后面捆绑的东西 圣经只教我们 要把那些包袱捆绑的 就整个释放抛开 往前走过去 这个东西 我们很难做 抛一抛 就去把它再捡回来 为什么 因为眼前会发生事情 人跟人的事情 它会动摇你的信念 你信心本来很好 可是一看到出事情 你就 这个就是那个感觉 这样 一下去的时候 你就回去拿包袱 这是自动的 这是大脑回路 所以我们在检查 第三个 如果是创伤更厉害 在童年的时候 青春期的时候 如果你有很多的害怕 很多人骂过你 伤害你 这个创伤 也会改变你的神经网路 它是不顺利的 很多人我们都是 在过往的破碎里面 其实都很多的伤痛 可是都没有关系 都在耶稣里面 再来一个就是 今天你的家庭 带给你压力 你的工作职场 带给你压力 今天的压力 也改变你的神经网路 所以你在分析跟 看教会事物的时候 会失去焦点 你讲的虽然头头是道 可是透过这个科学 直接来帮你评估的时候 就会发现你的东西有盲点 可是我在讲的时候 觉得没有盲点 这就是盲点 很特别 再来我们最后就是说 如果你有长期的病痛 很小就有病痛 有严重的疾病的病痛 也会改变神经网路 所以他从身体的 环境的 家庭的 压力的 精神的 进来之后 都会有可能改变 我们的神经网路 神经网路的意思是说 你怎么看事情 就这么简单 你里面因为看不到 可是你会看事情 对不对 你会看孩子 你会看配偶 你会看教会 你会看人 对不对 你看的东西 会失去焦点 所以为什么要喜乐 是因为 你很多东西 如果看开了 就是说 我一定是盲点 我看不准的 你就压力没有很大 就放掉了 可是如果你觉得 就是这样 那个人就是 这样子 所以是这样的时候 那个是一个盲点 那个不是你看得很准 透过科学家 他直接就可以评估你 你的神经网路 有歪曲 他整个有盲点在里面 因为 你看不完 所有的事情 他是根据你过往的经验 帮你分析的 那个可能都不是 你本来的事实 是帮你在里面分析的 这一块 我们以后会来谈 这样子 弟兄姐妹 时间很快 你知道吗 这样有一点舍不得 但是一定爱结束 所以我们就要看 最后的回家功课 这一张纸的最后回家功课说 从今天开始 我们可以利用每一个礼拜 记录一下信仰的力度 信仰的力度的 这个字很抽象 其实就是说 你大概算一下 一天 二十四个小时 扣掉睡觉以后 有几小时 把那个几小时 变成分钟 就是一共有几分钟 你是眼睛打开 活着走来走去的 有意识的 然后就把你 所有跟信仰 只要跟信仰 有关系的事物 连结起来 加起来看有几分钟 比如说末倒 就是一种 几秒 你会末倒五分钟 应该不会 那是睡着 所以是几秒 就加起来 还有你祷告 睡前几分钟 加起来 还有你参加去 像今天就六十分钟 今天的这一场 就六十分钟 就要加 然后加加加加加 大概七十五分钟 比如说 因为你今天有来 就六十 七十五除以 刚才醒着的 眼睛打开的时间 的分钟 除以 你就帮我看一下 百分比是多少 这个叫做信仰力度 那你就会发现 好像百分之二 那这个是还有来参加聚会 那你每天记录 每天记录 百分之多少 那记录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看说 第二哦 信仰的素质 就是这仅有的分钟里面 有哪几秒钟 是你真的 真心感觉到 耶稣跟你同在 就分出来 比如说你六十分钟 不是在这里坐 对不对 就要六十 对不对 可是有五十分钟 你在睡觉 所以你大概就分出来说 我大概只有十分钟 感觉耶稣在我旁边 剩下的我都觉得是 在云当中 在云雾当中的都不算 那就把那个值叫出来 然后你就会发现 只有0.5百分比 那你就发现 今天百分之0.5 明天百分之0.6 一个礼拜之后 加起来 大概是百分之三点八 你就来告诉我 我们想一想看 百分之三点八的信仰力度 有没有办法 帮助你面对各样的困境 你其实就会比较知道 看到数据就想说 那好可怜啦 你大部分是在用自己的方法 过日子 你几乎跟信仰没有交集 所以这是第一步 先知道信仰力度 大概占百分多少 第三题就是回家 这个信仰力度 如果只有3.8 百分之3.8 那我就要找出 我成长的荆棘有什么 荆棘就是会阻碍你的地方 比如说手机 它有没有可能阻碍你 手机 连续剧 韩剧 中剧 有没有可能阻挡你 然后你的灵性饥饿够吗 还是不太饿 就是我觉得我过得也蛮好的 这就是不饿 把成长荆棘找出来之后 第四题就是 选出一个就好 你如果写出三个 那是你的事 选出一个 对付这个荆棘的第一步 第二步把它写出来 你知道吗 一个月之后 你已经改变 这有很多的金正 然后第五 在对付第一步第二步 写出来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分成个人的跟团体的吗 就是说 我个人要怎么样去应付第一步 我怎么踏出第一步 那团体的意思就是 你周围的弟兄姐妹 怎么帮助你 那我们的练习是这样 就是说 大哥大哥 我发现我的那个荆棘是这个 那我的第一步想要这个 你可以帮我祷告吗 这个就叫做团体的 当你开始付诸神的话语 说我需要肢体帮助我的时候 你就连结了 你一连结的时候 耶稣就帮你 所以你就要很勇敢的 去找一两个肢体 叫做团体的 来帮助你跨出第一步 那很简单 你只要说 你可以帮我祷告吗 要不然每个人都 撑得很厉害 好像都不需要被带倒 带倒永远都在上面 其实我们都需要被带倒 那我们练习就是说 我下个礼拜我要去台湾工作了 弟兄姐妹 你们可以帮我祷告吗 那大家就会说 好啊 好啊 那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因为我们不要分析 好啊 我就觉得很美 那他们就把我放在他们的祷告中 我就踏出第一步了 这样子我们要练习哦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 这个练习大概一两个月 我们的人会开始改变 主耶稣祝福我们 因为呢 我们最后要一起来用祷告 来在祷告里面精准的赞美主 说耶稣 这一次三天的课程 我学习了什么什么什么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我学习了 主我要为这个而赞美你 因为你的圣灵在我的里面工作 让我想到了这个这个这个 主耶稣祝福我们 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祷告 奉耶稣圣灵 我们一起祷告